新年到 都已經開工了好嗎 阿你開工囉 來 我現在在開工阿 秋風就是手殘 沒有餒 這樣子 是這樣嗎 對阿你看元寶 然後這邊可以玩球球 你以後就會嫌這顆球很吵 好你當秋筆試試看 看他喜歡哪一種 秋筆 新貨到了有沒有 他是兩種都喜歡 沒有他是一隻喜新厭舊的貓 有新貨就喜歡 有沒有 你看你看你看看 喜新厭舊的貓 他在表情很飽 很熟練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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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五 大家投票覺得秋筆是 左扁子還右扁子 我覺得他比較像左扁子 有嗎 他雙手並用吧 雙手並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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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喔 再聞了再聞了 再聞了再聞了要嗨了再咬了 蛤? 開始了開始了開始了 你搖頭晃腦欸他真的沒問題嗎 這跟貓草沒問題 我怎麼知道 問題啊 欸喔? 你怎麼可以丘比吃來路不明的東西 貓草不是聞的會興奮嗎 有喔他現在很興奮喔 丘比 丘比 來 chilled 好可愛喔丘比 這種型態的貓草版過癮嗎 丘比好像 什麼都玩 以為是一隻精力旺盛的小狗 可略的傢伙怎麼都挖不出來 怎麼挖都挖不出來 會不會憂鬱症 不想玩的 秋比玩膩咯 秋比玩膩咯 蛤 猶豫病咯 秋比 秋比是不是挖不出來不開心 還是你喜歡另外一個貓抓板 結果秋比是喜歡這一個 還是因為他撒了貓草 所以他比較喜歡這一個 我覺得他是洗洗面臼 感覺他比較喜歡 還是他對亮色系的比較 我覺得是會擺動的會比較好 至少抓得到 像你這個旁邊這個球球他抓不出來 我就覺得他會 他會不開心 會得憂鬱症就對了 我覺得會 而且現在那個又打貓草之後 更誇張了 吃了